由动华大学财务金融学系和中国人寿华东芬公司 共同办理的《遇见幸福美好人生》金融小学堂 第一场31号是在吉安乡开课 由学界的专任教授和业界的高阶主管 亲自为社区民众教授理财正确的观念和方法 而后续还有四堂课会在各厢正式来举办 对理财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向中国人寿奇异通讯处来报名 赚钱不容易 存钱更是难 如何让辛苦赚得的钱财能够存在身边 并且还可以变得更多 这就需要正确的理财方式了 为了将理论和实物相结合 让一般家庭也可以吸收正确的理财观念 选择适当的理财工具 国立东华大学财务金融学系 和中国人寿花东分公司奇异通讯处首度合作 推动预见幸福美好人生脱贫与社会实践方案 并且在各乡正式开办金融小学堂 教导民众规划适当的投资理财标的 东华大学是秉持一个社会责任 我们这个社会实践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那我们想那时候规划的跟中国人寿一起规划 然后来办这个社会实践的方案 那基本上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是协助用理财脱贫 然后再来教育 因为学校里面有相关很多的资源 所以我们可以在地方进行大学社会责任 所以有教育脱贫 然后还有第三个 我们可以最后协助就业脱贫 所以我们规划在花莲13个乡镇 会每个地方都跑 然后办一系列的活动 那在五个 我们首先在今年会办五场 五场结束之后 我们会办一个大型的一个说明会 然后就针对金融市场的趋势 理财观念的趋势 然后来跟大家做分享 然后那之后的话会再持续的一个进行 我们跟东华大学欧主任那边 长期做产学合作 那事实上呢 我们发现社会上很多的人 他事实上在工作上 其实有赚到钱 但是并没有存到钱 对这是我们一直很在意的事情 然后透过欧主任的推荐呢 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请公司一起跟学校 来一起合作这件事情 推广一些金融知识的普及 对基本的尝试 金融尝试 金融小学堂课程内容包括 评估适合的投资属性 选择正确的理财工具 投资理财的比例 理财的目的还有时机 同时还有就业辅导 及个别化咨询 活动是采分组方式来进行 由多位的专业理财人员 带领着学员来共同讨论分享 10月31号 吉安湘第一场之后 还有凤林 玉里 花莲市 和新城湘 详细的上课地点 可以向中国人寿 奇异通讯处的脸书来查询 这里会展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new yorum 明镜需要您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